我在寡妇婆婆的房间发现了一盒避孕药,我把避孕药换成了普通的胃药,理由很简单,既然婆婆一直想要抱孙子,何不自己生一个? 后来,隔壁王阿姨找上我婆婆,甩来一张银行卡,这是你给我们王家生孩子的酬劳。 我在卧室里安装了微型摄像头,下班回家后,我常发现早上整理好的床褥打了皱,床头摆放的闹钟或玻璃杯微妙地挪了位置。 可家里只有我和老公蒋云泽,还有刚搬来不久的婆婆,两年前公共去世后,婆婆就是独居。 我和蒋云泽婚前约定好二人居住,结果新婚两个月,她就以苦肉计把她妈接来跟我们同住。 她信誓旦旦地说,我妈就一个小女人,绝不会影响我们二人生活。 没成想,婆婆住进来的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就来敲我们的门。 小巡,你怎么还没给妈妈做早点呀?敲门没反应,她该以怦怦地拍门声叫我们。 我撑起沉重的身子开了门,妈,咱家不是有阿姨来做早点吗?那很贵的呀。 做个早点又不费什么事,干嘛花那个冤枉钱呀? 她的头直到我的鼻尖,气势却很逼人,目光炯炯地盯着我。 蒋云泽还像死猪一样睡着大觉,我体谅她昨晚加班辛苦,就没叫醒她,任命地到厨房加热了面包。 然后煎了鸡蛋火腿做了三明治。 婆婆把三明治推到一旁,早餐就吃这个。 你这个丫头糊弄我呀。 平时我和云泽早餐就吃这个的,你想吃什么? 我的要求也不高的,早起周必须要有,一周之内最好不要重压。 小菜随便了,但是油条灌汤包必须要有吧。 肉馅的营养好,但是不要油腻的,按云鼎息的小笼包口味就可以了。 她喋喋不休的口水喷到了我脸上,我抹了一把脸,取了钥匙下楼给她买早点。 她还在说,要你做又不是要你买,买回来的不健康的呀,谁知道外面用的什么有什么肉。 哎,你这个丫头,怎么不听我说话就走。 在以后的日子,她愈发咄咄逼人,把终点阿姨赶走后家务都落在我身上, 衣服不许丢洗衣机,硬说要我手洗才干净。 洗碗机被她断了电,说是费电费水。 半夜直接闯进,我们房间关掉空调,理由是怕我们着凉。 我攒了一肚子怨气。 在看到监控视频的时候,彻底爆发了。 距离我安装摄像头有两天时间了,这天刚结束一个策划案, 我就坐在办公桌前调出了这两天的监控,以三倍速播放。 没想到,我看到王叔叔拥稳住婆婆进了我的卧室, 然后两人翻滚在我的床上。 王叔叔住在我们隔壁,家庭美满。 谁能想到她会出轨我的婆婆。 看着视频里两个人纠缠的身影, 我一阵干呕,跑进厕所把午饭吐了个干净。 二人姿态娴熟,一眼惯犯。 我按住气的微微发抖的手, 准备今晚把事情和蒋云泽合盘拖出, 然后一起找婆婆沟通这件事。 晚饭后,我摆弄着手里的优盘, 里面烤了那段视频, 我在构想怎么说出口。 蒋云泽从卫生间出来, 刚洗完澡的他只围了一条浴巾, 水气腾腾的他抱住我, 拿壶茶蹭我的脸。 他拿起优盘,里面有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 你不如先看看。 他好奇地打开电脑插入优盘, 就在他要点开的时候, 我叫住了他。 因为我腹部剧痛, 是我生来都不曾感受过的痛度, 小腿肚都微微颤抖起来。 我跪倒在地上, 拳起来捂住肚子。 他惊慌地来扶我, 替我揉捏腹部。 不行, 去医院, 他迅速披了件衣服抱起, 我就开车冲向医院。 当医院抽血做检查, 我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额上满是冷汗。 没一会儿, 竟然发起高烧来。 检查结果是急性肝损伤, 原因暂且不明。 一夜呕吐腹泻, 高烧不断, 我甚至说起胡话来, 喊起爸爸妈妈。 蒋云泽照顾了我一晚上, 第二天, 我才烧好些。 医生告诉我们, 可以考虑是胡乱的不规范用药。 我和蒋云泽疑惑的对视, 近日我没有服用过任何药物, 饮食也是十分常规。 唯一不同的, 是婆婆那碗主动要求下厨的一份汤, 说是给我补身体, 单单为我做的。 在蒋云泽的逼问下, 婆婆终于承认了那汤, 其实是她从一位大师那里求的一份药。 什么药? 怀子汤。 我身心俱疲, 我身子从小就很孱弱, 医生说最好不要生育。 况且, 我本身就有丁克的想法, 婚前也与蒋云泽有过充分的沟通, 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他支持我的决定。 为此出于某种补偿心理, 我加全款, 买了婚房供我们二人居住。 婆婆搬来我没说什么, 她也数次给我吃各种稀奇古怪的药。 每次我都以各种理由拒绝。 我曾跟蒋云泽抱怨, 他说老一辈人都这样, 让我不要计较。 现在他竟然做出这种事, 如果情况再严重些, 我完全可以告他谋杀。 在医院僵养了好些日子, 这件事也草草结尾。 蒋云泽严厉告诫婆婆, 不许再拿些来历不明的要给我, 婆婆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 出院那天蒋云泽来接我, 他去办手续。 我在医院走廊的拐角, 却意外听到了婆婆的声音。 云泽, 我问过医生大夫了。 他说呀, 小荀这身子多半生不了孩子。 蒋云泽早知道, 也就三言两语地敷衍他。 只听得婆婆压低了声音, 我在外面给你物色了一个好姑娘。 妈, 你说什么呢? 我跟你保证不给小荀吃药了, 可你总得让我抱孙子的呀。 那姑娘屁股大身子鼓强, 准能生个大胖小子。 他可中意你了, 等你们有了孩子, 小荀愿意接受呢, 再好不过。 不愿意呢, 你就跟他离婚。 我只觉得病又要犯了, 急火攻心头运木掌。 婆婆不光自己做王家的小三, 还窜多别的姑娘给他儿子当小三。 可真是从骨子就坏透。 我勉强站在原地撑着墙壁, 只为了听蒋云泽的回应。 我不能和小荀离婚。 听到这一句, 我稍缓口气, 没想到他下一句竟然是, 我得从他们家多捞点钱。 等他没什么用了, 我就跟他离婚。 妈, 把那姑娘照片给我看看。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病房, 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出院回家的。 只是心冷透了, 想报复的火焰快把我吞噬了。 我把幽盘的文件粉碎了, 静止走到婆婆的房间, 把之前就发现的避孕药 换成了普通的胃药。 蒋家, 我不会让你们好过。 在学生时代蒋云泽就开始追求我。 他说, 有了你, 我绝不会再看其他女人一眼。 我以为自己嫁给了爱情。 但现在看来, 如果有女人真的相信男人的鬼话, 那真是再傻不过了。 就像曾经的我, 不要对婚姻抱以期待, 不过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 你把她当真爱, 注定会失望。 不如把她当个普通的室友, 才能在丑陋的现实中 发现一朵脏屋中的小野花。 不过, 我不会轻易和蒋云泽离婚。 因为好戏马上上演, 婆婆的胃口越来越大。 当她在饭桌上盛了第三碗米饭时, 蒋云泽放下来筷子, 妈, 你这段日子怎么吃这么多? 婆婆也放下碗筷, 怎么, 嫌你妈吃得多? 嫌妈妈花你的钱了? 蒋云泽无奈地摇头, 婆婆看向我, 我一大把年纪了吃得都比小荀多, 可见啊, 我的身子骨抵她强, 她, 哼, 半个仔都下不了。 我又不是母猪, 为什么要下仔? 每到这种婆婆针对我的时候, 蒋云泽就假装忙碌, 不参与战局。 如果是以前的我呢, 就放下筷子跟她理论。 但现在, 我羞愧地笑了笑, 对婆婆认了错。 您说得对, 还是您身子骨好, 一看就还能生。 我做谦逊状。 哎, 你这孩子, 说什么呢? 寻寻, 你怎么跟咱妈讲话的? 她俩同时说话, 吹胡子瞪眼的样子, 如出一辙。 我心里都乐翻了, 面上却是一副惊恐的模样。 突然, 婆婆把餐仪往后一挤, 起身奔向厕所, 然后一阵呕吐的声音。 听起来很是可怖, 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 我抽了口冷气, 向蒋云泽提议送婆婆去医院做一番检查, 她点头表示赞同。 去医院的车上有些沉默。 我突兀地开口, 妈, 你这症状跟怀孕似的。 婆婆一脸菜色, 冷冷地哼了一声。 妈, 我们家乡有个传说, 据说很早蛇军的蛋 被一个侨夫捡回去吃了。 蛇军因此心怀怨恨, 施咒让侨夫的娘不停认身, 生完一个又一个, 最后气血双亏离世了。 蒋云泽在开车, 从后视镜里冷冷看着我。 寻寻, 你也是硕士毕业, 怎么说些这种东西? 我整理裙摆, 微微一笑, 表示就是随口一说。 婆婆靠在车背上闭目养神。 我又开始搞事, 据说从那以后, 我们家乡的女人, 但凡有搞外遇的, 无意不是这个结局。 我祖母跟我说, 我们家乡的人走到哪, 就会把这个诅咒带到呢? 蒋云泽生气了, 支,支的按方向盘的喇叭, 示意我闭嘴。 我看向婆婆, 她闭着的眼皮子, 微微颤动, 交叠在一起的手背范青, 是紧张的表现。 目的达到了, 我也不再开口。 接下来一路无言直达医院。 等待结果的过程中, 婆婆肉眼可见的焦虑。 叫好的时候, 她想自己进, 蒋云泽一脸不可理喻地打头阵进去了。 我们两个跟在后面。 医生推了推眼镜, 高龄产妇, 不建议生育。 蒋云泽听后仰天大笑, 您不要跟我们开玩笑了。 我妈都五十了, 我爸去世两年了, 怀什么孕? 我们从不开玩笑。 那您肯定拿错报告了。 蒋云泽看着医生严肃的表情, 也收起了笑。 谁的? 是谁的? 蒋云泽在医院走廊里对着婆婆咆哮。 婆婆坐在休息椅上, 眼圈通红, 手中拿着手绢开眼泪, 她支支吾吾。 蛇?蛇君的? 蛇君你吗? 蒋云泽暴跳如雷。 我拦住暴怒的蒋云泽, 善解人意地劝她, 爸爸走了这么多年, 妈一直是一个人。 现在发生了这种事情, 也不是不能理解, 你要对妈妈宽容一些。 婆婆就是抓住我这根稻草。 小寻多懂事。 你不知道体谅妈妈, 这是妈妈的隐私, 我有权利不告诉你。 她把身子转向一旁。 蒋云泽捏着那纸报告, 气急返校, 在医院里焦急地踱步。 我轻轻抽出报告迅速地塞到自己包里, 然后温柔地安抚她, 缓和二人之间的气氛。 经过焦灼, 尴尬, 无奈地谈话后, 蒋云泽和婆婆谈妥打掉这个孩子。 蒋云泽愤怒地表示, 丢人, 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 我看着蒋云泽对着她亲妈吐出这些刻薄的话, 愈发觉得她变了。 不, 是我看走眼了。 她不再是我曾爱着的那个少年了。 开车回去的路上, 婆婆一直在念叨着, 明明一直有吃药的呀。 蒋云泽烦了, 暴躁地一贯方向盘, 支, 刺耳的喇叭声划破长空。 婆婆有些怕, 缩了缩肩膀。 坐在后座的我紧挨着她, 安抚性地拍了拍她的肩。 蒋云泽从后视镜里盯着我们, 明天就去把孩子留掉。 这是要尽快办, 趁着还没人知道。 婆婆沉默着点点头。 我捏紧包里的报告单, 心里私存, 我才不会让这件事这么轻易地结束。 趁夜, 我敲了王家的门, 把报告单放在门口后匆匆离开。 第二天清晨我们家很沉寂, 婆婆在屋里换衣服, 蒋云泽在客厅等待向医院出发。 今天她让我请假, 等婆婆做完流产后照顾她。 我毫不犹豫地同意, 她搂着我说, 跟我结婚是她的福气。 咚咚。 我期待已久的敲门声响起, 我应切地前去开门。 是王阿姨。 王叔叔的老婆, 她挽住一丝不苟的头发, 穿着一身丝绸碎花裙。 纵使脂粉遮不住眼尾刻着的细密的纹路, 但她仍散发着徐娘半老的风韵。 她烟红的嘴唇清起, 你婆婆呢? 我把婆婆换出来。 见到王阿姨的那一刻, 她面色苍白如纸, 轻轻靠在墙壁上, 仿佛浑身脱力, 支撑不住。 事情我都知道了。 王阿姨坐到沙发上, 我递上一杯茶。 蒋云泽狐疑地看着, 紧缩眉头。 婆婆强撑着挪到沙发上, 你知道什么了? 王阿姨弯唇, 你别装了。 她已经把事情全部告诉我了, 你是我们家的小三。 什么小三? 我比你早, 我和她二十岁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是你插足我们, 否则王家太太应该是我。 婆婆话音刚落, 我和蒋云泽挺直了腰板, 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王阿姨很优雅, 静静地看着婆婆的歇斯底里。 如果没有我, 她也不会选择你。 她只会选择钱和钱, 而不是什么可笑的爱情。 我已经脑补了整场大戏。 婆婆和王叔叔年轻时相恋, 但王叔叔却选择和王阿姨结婚, 因为她家有足够的实力与背景。 几十年后, 婆婆搬过来意外和王叔叔成为邻居, 这对旧情人死灰复燃, 天雷勾动地火, 于是发生了这档子事。 没想到上了年纪的人也有牵扯不断的狗血情爱。 婆婆抚摸肚子, 你再嫉妒我, 你嫉妒我怀了她的孩子。 此刻, 婆婆已经忘记了她马上要去留掉这个孩子的事情, 蒋云泽面色阴沉地能滴出水来。 我心中叫好, 好看, 多眼点, 我爱看。 王阿姨喝了一口茶, 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 拍在桌子上。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孩子。 你想让我打掉? 不, 我想让你留下。 听到这句话, 婆婆狐疑地看着她。 她继续说, 你也知道, 王家一直没有儿子, 我年纪也大了不好生养。 你的出现刚刚好, 只要你生下这个孩子, 这张卡就是你的。 如果是儿子, 我会再给你一张卡。 婆婆此刻的心态我已经揣摩透了, 无非就是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会跟你对着来。 她歇斯底里, 你做梦, 这个孩子我马上去打掉, 我凭什么给你生孩子? 滚出我家。 王阿姨耸肩, 让婆婆再考虑考虑。 她走前说, 我记得买房的时候, 好像看到是你儿媳妇付的全款, 这应该也不算你家吧。 公道话。 我在心中为王阿姨点赞, 婆婆在屋里垂泪。 蒋云泽和我送王阿姨到门口, 蒋云泽突然开口, 低声问王阿姨, 卡里有多少钱? 她勾唇一笑, 二十万。 打胎计划因此搁置了。 不是婆婆不想, 她在家里叫嚣着要去医院马上打掉孩子。 而是蒋云泽不想, 她的理由很充分, 打胎具有一定风险, 需要再考虑考虑。 两个工作日后, 我刚打开家门, 就看到蒋云泽直挺挺地跪在她妈面前。 蒋云泽声泪俱下, 哭诉了她一番才华无处施展的苦闷。 以及在工作上受同事和上级领导的打压, 每日压力大得如座山, 她喘不过气, 甚至想过自杀。 婆婆惊到了, 心疼地搂住蒋云泽。 眼睛一瞥, 她看到了刚回家的我。 这么晚才回来。 你看云泽, 压力都大成这样了, 你还有脸在外面, 我劝你早点辞掉工作一心一意照顾云泽, 好女孩这么多, 我们云泽可不差你一个。 真是好笑。 我的工资比蒋云泽还高, 房子是我买的, 家里开支我出大头。 辞掉工作, 那哪来的钱给她经常买奢侈品出去炫耀? 但当下我却微微一笑, 知道了吗? 蒋云泽一句话也没替我说, 她一个大男人跪在地上抹泪, 带着哭腔说她把工作辞了。 婆婆脸上心疼更甚, 摸着她的头, 说着什么工作让小巡干, 压力大就在家休息一段时间之类的话。 我挑挑眉, 刚才让我辞职做家庭主妇, 现在又让我好好工作赚钱养家。 怀孕中的女人, 如此善变, 我能包容。 蒋云泽一把抱住了她妈的腿, 妈, 我要跟别人合伙创业, 以我的能力, 很快就能把公司做大, 到时候有钱了, 我带你全世界去旅游, 让你做世界上最幸福的老太太。 婆婆乐坏了, 直夸她儿子孝顺, 只是, 现在需要启动资金。 妈, 王阿姨那二十万刚刚够, 有了这二十万, 我马上就能飞黄腾达了。 婆婆将住了, 我笑死了, 真笑啊。 我给自己切了块报恩西瓜, 啃哲瓜看蒋云泽给他妈画了一个又一个大饼, 目的就是生下这个孩子, 拿到二十万。 结果自然是心疼儿子的好妈妈含泪同意留下这个孩子。 没想到婆婆被孕第一个遭殃的竟是我, 她要求我辞职照顾她。 她列了长长的时间表, 从早晨五点为她准备早饭开始, 白日为她切水果倒水做营养餐, 到半夜还要照顾她起夜上厕所。 她理所当然地说, 我是你婆婆, 又是高龄产妇, 你不照顾我谁照顾我。 蒋云泽装作没看见, 整日整夜地以创业为由不回家。 我闻到她的外套上有女士香水的味道, 猜想她已经和婆婆介绍的女人有了苟且。 二十万, 估计不少都花在小三身上了吧。 当即我就雇了私家侦探 搜集她出轨的证据。 对于婆婆, 我就以牙还牙。 我也打印了长长的单子, 上面列着我的工资单, 和家里大大小小的开支。 我笑着递到她跟前, 妈, 您看, 家里这些开支都是我在支付, 首先如果我辞掉工作, 这些钱都要压在您儿子身上。 您知道的, 您儿子的二十万还是您代孕的钱。 其次, 我的时薪是八百元, 给您做保姆, 您一天要支付这个数。 代, 孕。 她狠狠说出这两个字, 我装作不解地问, 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她气笑了, 把手中的单子撕得吸碎, 然后用手指着我, 让我给她请个保姆。 我为难地表示, 当初是她把保姆辞退的, 理由是白费钱。 如今, 我也觉得保姆是白费钱, 所以拒绝请保姆。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见这招不管用, 又开始哭哭啼啼, 做事要给她儿子打电话求个公道。 我拨通了蒋云泽的电话, 开了免提后递到她耳边。 她浮在沙发上假哭得身体僵住了。 蒋云泽不耐烦地说她在忙。 电话那头隐约有女人夹着嗓子说话的声音。 婆婆眼珠一转, 你忙, 你忙, 妈妈没有事, 可不能耽误你, 忙着咱家的大事。 挂了电话她阴侧侧地看着我笑, 一看就不怀好意。 我还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肯定想着, 我儿子在外面跟其他女人生儿子, 等有了儿子, 马上就修了你这个恶女人。 我笑了, 等她儿子出生了, 净身出户的日子也就到了。 最后请来保姆的是王阿姨。 除此之外, 她还请了专业的团队给家里铺上昂贵的地毯, 给桌角柜边都包上了柔软的棉。 一盒盒的燕窝人参往家里送, 还有许多稳胎的保健品。 她笑盈盈地看着婆婆已经显怀的肚子。 我们王家的种可不能出意外, 真是辛苦你给我们王家生孩子了, 孩子出生我让他叫你一声干吗? 婆婆顿觉屈辱, 可又无话可说。 待王阿姨带着浩浩荡荡一拨人离开以后, 她又把气撒在我身上。 撒完泼她让我把保健品拿去卖掉, 得到的钱权给蒋云泽做创业启动金。 我听话地拿去卖掉, 然后入手了一款新包, 可没有保胎药怎么能行呢? 我找中医熬了实打实的保胎药, 不过跟中医说希望能多放些苦口的药。 当我端这缸加完热的草药到她房间, 那刺鼻的苦味瞬间弥漫整个房间, 她捂住鼻子赶我出去。 我是为您好呀, 您当初不是要我喝怀子汤吗? 为了报答您, 我给您买了保胎药, 她当然不肯喝。 我就告诉她高龄产妇生育有多么的危险, 稍有不慎就会母子不饱, 听得她面色愈发苍白。 你这药真有用? 当然, 我去本地最有名的中医师那里取的药。 我说完, 她咬了咬牙, 端起那碗黑乎乎的草药, 屏住呼吸一饮而尽。 喝到一半她就不行了, 苦得呲牙咧嘴。 我给她鼓劲, 告诉她只有喝完才能有效。 她深呼吸, 又一口气喝完了剩下的一半。 刚喝完她就大喊保姆给她拿糖拿蜜饯。 我捧住空碗很满意, 安慰她这次肯定母子平安。 文言她面色稍缓。 我又说, 一日三次, 按时吃药哦, 私家侦探查出结果了, 约我在咖啡馆见。 她把文件夹推到我面前, 我打开发现了蒋云泽和小三的各种亲密照。 她们拥在一起, 互相亲吻。 小三是个苹果脸的小姑娘, 身材丰满, 前凸后翘。 面色十分红润, 挂着娇称的表情。 我对蒋云泽已经无法再失望了, 因为已经失望透顶了。 我眼尖地发现小三和蒋云泽住的地方是在玉华院, 那个房价昂贵的妇人区。 她哪来的钱买这里的房子? 我问对面的男人。 她的脸藏在口罩里, 声音闷闷的, 租的。 除此之外, 我还有一个发现。 我示意她说。 她又额外递给我几张照片, 是蒋云泽从彩票专营店出来的照片, 有好几张, 看来买了很多次。 还有她出入地下赌场的照片, 身上的黑大衣沾着烟灰。 这就是蒋云泽的创业。 杨小三, 买彩票和赌博。 蒋云泽的五官没有变, 我却不认识她了。 当初她是专业前级, 连假期都泡在图书馆。 追我的人很多, 不乏一些富家子弟。 我却选择了蒋云泽, 就是因为她身上的品质让我觉得她的未来一定是一片大好。 事实证明, 千万不要扶贫是恋爱。 这就是一场毕书的赌博。 婆婆肚子越来越大, 走路已经需要扶腰挺肚。 于是她便每日躺着坐着, 绝不站起来走一步。 凡是保姆喂到嘴边, 生理也是床上解决。 她就这样一天天发胖, 体重飙升, 超过了医生的建议体重范围。 我劝她多走走, 少吃发胖的。 她却幸福地摸着肚子, 认为自己的运度这么大, 一定是个大胖小资。 不知是不是保姆将此事汇报给了王阿姨。 某天她强势地来到我家, 将婆婆送进了医院, 并请了专业护理人员科学规划她的饮食和运动。 婆婆抗议, 但是无效。 自从她到医院去以后, 蒋云泽回来更少了, 医院也一次没去过。 我估计日子差不多了, 就驱车去医院看看婆婆的情况。 没想到我刚进病房门, 她就哎呦哎呦捧着肚子叫唤起来。 旁边一众护理人员赶忙工作起来, 带她做检查为她做救护。 事情好像还很严重, 因为她被推进了急救室, 门口的红灯闪烁。 纵然我对她心中有怨, 也不希望她真的因此出事, 她肚子里还有一个无辜的小生命。 焦急地等了两个小时, 我给蒋云泽打了十几通电话。 第十六次拨打的时候终于接通了, 她冷漠地说她很忙。 我也冷漠地告诉她她妈出事了, 现在在急救。 孩子没了? 她问, 我说还在急救, 情况不明。 闻言她只说了一句, 孩子没留就好, 然后决绝地挂断了电话。 不过二十万而已, 能让一个人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还是她本就如此。 急救室的门终于开了, 我急切上前。 医生告知我暂且平安。 我吐出一口气, 看着婆婆被推出来, 隆起的大肚子挺起一个小山式的弧度, 令人感到惧怕。 她死死瞪折我, 就是你, 倒霉鬼, 冲撞了我的孩子。 我要是死了,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你滚,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冲杀了我的儿子怎么办? 她在急救室两个小时, 她的儿子没来看她一眼, 只在乎那个孩子还在不在, 是我守她, 守了这么久, 却被指着鼻子这么麻。 我冷笑地说行, 我再也不会踏进这里一步。 然后转身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 身后传来她的唾声, 真当我愿意在她身边。 我仿佛回到了婚前的自由生活。 每天上班的状态很好, 效率极高, 奖金都翻了一番。 下班后跟姐妹出去, 做头发做指甲, 逛商场吃美食。 没了家长里短, 我一身轻。 闺蜜惊讶地看着我, 寻子, 你回春了, 跟你二十岁的状态一模一样。 闺蜜是不婚主义, 我以前不觉得怎么样, 现在感觉, 真香。 我还多出许多时间去看爸爸妈妈。 久违的下厨为他们做了饭。 饭桌上, 汤的热气蒸蒸而上, 熏得妈妈的眼睛红了眼眶, 我才注意到她眼角的纹路是那么深刻。 爸爸何尝不是呢? 半个月染一次黑发, 仍是遮不住发根的银白色。 饭后, 我窝在沙发里, 默默反思着自从结婚后, 总是觉得没时间, 对爸妈忽视了很久。 他们说, 无论出走多久, 归来仍是这个温馨的家。 不是的, 我看着他们越来越老, 终有一天他们会离我而去, 我们在渐行渐远。 我像小时候一样枕在他们腿上, 爸爸妈妈, 以后的日子我都会陪着你们。 他们称怪, 你还年轻, 要在外拼搏, 要照顾自己的家庭。 我们终会老去, 只希望看着你生活得越来越好。 不知不觉中, 我已泪流满面。 某天晚上, 我在跟爸爸妈妈看八点当电视剧,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是婆婆。 她哭嗓着说, 小荀, 你到医院来好不好? 妈妈需要你。 这段日子美好得像幻梦, 我都快遗忘了外界的一片狼藉。 可是, 您不是说再也不想看到我一眼, 我这个倒霉鬼会冲撞你吗? 妈妈说气话呢, 你别跟妈妈计较, 你快来, 就当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你可是我的儿媳啊, 听着电话里, 她不停地哀求, 我手中也忙碌地穿着外套, 取了车钥匙。 对父母说了情况后, 驱车前往医院。 到医院后, 我发现很是热闹。 王阿姨带着一拨人在跟婆婆对质, 双方气氛焦灼。 婆婆的肚子已经跌了, 婴儿栏里一个孩子正在香甜地睡着。 看来已经生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幅场面? 婆婆看见我仿佛抓到救命稻草。 啊, 小荀, 你终于来了, 你是我的好儿媳对不对? 我不开口。 她死死抓着我, 王家人不讲理啊, 我生了儿子, 她又给了二十万。 现在又要把这二十万和之前的二十万全要回去, 有这样的道理吗? 我看向王阿姨, 她依旧化着精致的妆, 眼里全是讥笑。 如果真是这样, 那确实是王家, 说话不算话。 但王阿姨鸟鸟挪挪开口了, 孩子不是我们王家的, 我们为什么要出这笔钱? 我心中大振, 千算万算没料到孩子竟不是王家的。 可监控里只有王叔和婆婆苟且的场面, 并没有出现其他男人。 我去捕捉婆婆的面部表情, 她眼神躲闪面色心虚, 我心里咯噔一声, 妈, 孩子究竟是谁的? 婆婆脸色一僵, 然后撒泼一样, 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不停地咒骂王家说话, 不算话, 全家人不得好死之类的话。 王阿姨下了最后通牒, 让婆婆把四十万还回去, 至于请保姆和保健品之类的钱, 她就不要了。 当施舍给婆婆的, 限期三天, 然后她带着一拨人扬长而去, 地下有张纸被人踩上了鞋印, 我捡起来看, 是孩子的亲子鉴定, 显示不支持和王叔的生物学亲子关系。 婆婆夺过报告撕烂她, 然后抱着我的腿, 小荀, 这四十万你可要出啊,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不能不管你妈妈我的。 我把她扶起来, 问她怎么不找蒋云泽, 她支支吾吾低头不语。 我打蒋云泽电话, 提示手机已关机。 她又去夺手机, 砸烂她, 云泽那么忙你给她打什么电话。 你是她老婆, 这钱就该你出。 我冷笑着从包里掏出早就打印好的离婚协议, 马上就不是了, 我现在就去和她离婚。 婆婆脸色大变, 当即搂着拽着不许我走。 在医院里大呼不笑而席, 引来众人为官。 婴儿栏里的孩子被惊醒, 哇哇地大哭起来。 她不管不顾, 只不要命地一样缠着我。 我实在头疼。 医院的工作人员来了, 熟练地拉开了纠缠我的婆婆。 他们说, 怎么又是你, 再在医院里闹事, 我们就要考虑请您离开了。 很好, 看来婆婆这两天没少发疯。 我趁机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按照侦探发给我的地址, 我找到了御兰院里蒋云泽所在地。 敲了门, 苹果脸女孩出现在我眼前。 吸引我注意力的, 是她微微隆起的肚子。 请问你是, 我推门而入。 蒋云泽正趴着大开的行李箱跟前收拾衣服。 怎么? 准备去哪呀? 我挑眉问她。 她见到我很慌, 额上的汗一滴滴往外冒, 紧张地吞咽口水。 我把离婚协议书和她出轨的照片彤彤摆在她跟前, 笑盈盈地把笔递给她。 女孩冲过来拿起文件, 一字一句地念出离婚协议书几个字。 然后一巴掌扇在蒋云泽脸上, 你早就结婚了。 渣男, 骗子。 她收起蒋云泽在整理的行李箱, 走前踹在蒋云泽的下身, 然后潇洒地拉着箱子离开。 没想到蒋云泽还是在骗小姑娘的感情。 她就是捂着下半身跪在我面前, 哽咽起来。 寻寻, 我被猪油糊了头, 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不要孩子就不要, 我们一辈子都不要。 我会对你好,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我摇了摇手指头, 别这么说, 你们蒋家后继有人了, 你妈可生了大胖小资呢。 你回去享福吧, 我可受不起。 签字, 或者法庭, 你选。 她捂着脸趴在地上痛哭起来, 蹭得满地鼻涕眼泪。 哭了许久, 我居高临下地看了她许久。 然后她爬起来签了字, 开了开一脸的鼻涕眼泪。 把离婚协议书扔给我让我滚。 我马不停蹄地滚了。 考虑了两天, 我决定搬回来和爸妈一起住, 把婚房卖掉或租掉, 就当摒弃一段不堪的过往。 当我再次踏足许久不曾来过的房子时, 意外地发现婆婆竟然没搬。 她坐在沙发上给孩子喂奶。 中年女人的脸上刻着两道法令纹, 低头地瞬间皮肤松松垮垮地坠下来。 她怀里的婴儿皮肤饱满晶莹, 似有光芒流淌。 一老一少, 生命力地传递与流逝。 见到我她的第一句话就是, 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快去做饭, 我饿了。 这是我家。 你家什么你家? 咱们都是一家。 我已经和蒋云泽离婚了, 您别装傻。 她好像没有听到一样, 依然哼着小曲摇着孩子。 我卖过房子里的一片狼藉来到卧室里, 那里还挂着我和蒋云泽的结婚照。 物是人非, 我摘下照片, 用布料蒙上, 然后开始收拾我的行李。 当我拉着箱子走时, 我怜悯地看着正在哄孩子的女人。 明天就是王家给的最后期限了吧。 孩子父亲究竟是谁, 他也许会帮您一把。 明天我会找搬家公司的人来清理, 如果您还没搬, 他们会把您一块清理出去的。 我觉察到他的精神状态似乎不太正常。 我说的话, 他拳当耳旁风, 只是自顾自地逗着孩子。 他抓起孩子的小手半鬼脸, 乖乖, 你爸爸在哪呀? 他才二十, 还在上大学, 一穷二白的, 怎么办呢? 孩子被逗得咯吱咯吱笑起来。 他也笑了, 你说去找他父母, 去他家里闹, 让他们出钱。 好, 妈妈听你的, 我深吸一口气, 挺直了几样。 对我的婆婆肃然起敬。